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今天要来讲的是哈迪斯冥界篇的 《激斗三巨头集结》 在上一集中 暗杀冥王小队彻底的惨败 欧陆飞战死 星矢被丢进寒冰地狱 最严重的是瞬竟然是哈迪斯 今世选中的肉身 这下偷积不着十把米 反倒让哈迪斯的灵魂梳醒过来 另一个由卡诺带领的冥界突破小队 则是来到了第四域的黑暗沼泽 眼前一个名斗士划着木筏缓缓靠近 此人正是天罪星莱卡翁的弗列基亚斯 在希腊神话中 莱卡翁原本是个国王 有许多老婆和五十个儿子 嘿嘿,还是比陈户光正逊的点啊 莱卡翁因为胆敢试探宙斯的能力 将自己一个儿子宰杀烹煮 要供奉宙斯 被宙斯察觉后将他变成一匹狼 也就是豺狼座的由来 冰河问了弗列基亚斯 该不会像在阿格隆河也要付渡船费 由此可知 地狱百渡者卡戎在被星矢击倒后 并没有立即的死亡 漫画中他倒在船上后还哼着哥离去 只不过因为受了重伤 所以后面渡河的圣斗士都不用战斗就能过河 但卡戎死要前的个性 依然还是有向他们索要传废 估计后来被最后一个过河的一挥给干掉了吧 回到故事内容 面对天罪星明斗士的拦路 子龙跟冰河同时出招 什么 这家伙换用的是右手 不 他左手也用得挺顺的 弗列基亚斯接住两人攻击后 一招地狱咆哮就将子龙与冰河撂倒 看来这天字辈的天罪星 大概也有接近后段班黄金圣斗士的实力 不过只凭一招办事就想闯荡江湖 在圣斗士的世界是不被允许的 果然马上就因为绝招被看穿死在银河星暴之下 卡诺只好充当起船夫 花着竹筏带着晕倒的两人通过了第四域 醒醒 冰河 我又晕了吗 这种集体被打晕的戏码 还真的是每个篇章都要来一次啊 别乱牵托 都是你们在晕的我可没晕过 子龙冰河醒来后 发现已经通过黑暗沼泽 眼前的第五域是一座燃烧的墓园 无数王者在坟墓中饱受着烈焰焚身之苦 那是卡诺已经进入战斗了吗 赶快过去吸经验值 哼 你们慢了一步 这家伙已经被我干掉 你们分不到经验值了 嘿嘿 送 这倒下去的家伙叫 天丑星死亡甲虫史坦德 在SS本传里 不管动画漫画都没活着登场过 只有在LC冥王神话跟独角兽耶人有些戏份 就在这时 Boss战的BGM突然响起 三巨头之一的拉达曼迪斯 朝卡诺三人迎面而来 并告知他们星死小队已经团灭 跟圣晋升为名斗士集团总裁的消息 卡诺眉头一皱发觉案情并不单纯 随后要子龙冰河先行通过 自己留下来对付拉达曼迪斯 拉达曼迪斯抢先出招 使出他最强的必杀技 先前就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同样招式对我们没用 要打倒圣斗士至少要学会100个必杀技 由于先前和欧陆飞跟星矢交战的旧伤未遇 现在又强行吃下卡诺这招银河星爆 拉达曼迪斯的身体已经渐渐支撑不住 正当卡诺要给出最后一集时 三巨头的艾亚哥斯跟米诺斯也来到了现场 情况突然演变成三打一对卡诺不利的局面 艾亚哥斯一招银河幻象就将卡诺打飞 同时面对两个满血的三巨头 即使强如卡诺的黄金圣斗士也陷入了绝境 更惨的是被米诺斯的星辰傀儡线缠上 身体变成像提线木偶般 只能任由米诺斯把玩 甚至连自己最自豪的宗旨都被掰断 而就在卡诺脖子即将被扭断时 一股充满攻击性的小宇宙 突然切断米诺斯的傀儡线 这小宇宙令远在第八域的潘多拉感觉到熟悉 没错 他就是圣斗师中最喜欢切断人家线的男子 凤凰座一挥 一挥刚登场的霸气 马上震折住在场的所有人 卡诺告知了他 圣变成哈迪斯的事 让一挥想起了十几年前被封存的记忆 当时圣还是个出生没几个月的强保中的婴儿 两岁多的一挥就能抱着他到处跑 还能讲出一大堆深奥的词汇 比起来五岁才能抬头的小孩 根本就像屁一样 一挥抱着圣到处的躲避 但还是被潘多拉给追上 因为他们两个的弟弟都同样是 冥王这世所选定的肉身 但一挥得到的是有实体的人 潘多拉只得到一坨黑黑的灵魂 学校老师也从来没教过这种生物要怎么饲养 虽然后面的记忆不是很清楚 但印象中一挥最后还是保住了瞬 本来动漫角色在回忆中都是无敌的状态 但眼尖的艾雅哥斯 抓住一瞬间没有回忆画面的空档 从背后偷袭一挥将他打飞 但一挥却像毫发无伤似的 只是跪在地上流泪 我弟弟终于出人头地 现在还成了老板 我太感动了 你在那边哭腰什么 艾雅哥斯走进一挥想再补上一级 没想到反背一挥一拳打飞的头盔 注意你的态度 我现在可是你们老板的哥哥 再怎么说你也要叫我一声板哥 也板你的头拉 天雄星艾雅哥斯名医的原型 就是印度神话中天龙八部的加罗罗 又称大鸿金赤鸟 是主神匹施弩的座棋 中了他这招加罗罗正赤的人 身体会被一股飓风吹到天上 看不见人影 接着艾雅哥斯用脚在地上画了个叉叉 三秒后 凤凰座就会落在这里 看啊听你在唬烂 明明就花了八秒啊 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 换做平常人早就粉身碎骨 可是一挥竟然还有办法从洞里爬出来 艾雅哥斯见状有点不爽 再度正次将他吹向空中 跟先前一样 他也是在地上画了个叉叉 众人开始倒数 三 二 一 可是这次都过了三秒还没看到人影 艾雅哥斯你这次要破纪录了 快一分钟了 怎么可能 莫非他想翅膀飞走了 就在这时 一挥的拳突然从后面打了过来 让艾雅哥斯当场扑该 同样招式对圣斗士没用 风动漫不晓得讲了几次都没在听 你以为这样就打倒艾雅哥斯了吗 米诺斯画音刚落 一挥就突然被起身的艾雅哥斯击倒 既然同样的招式对付不了你 那我就换一招吧 Galactic illusion 刹那间整个天空都浮现出无数的眼睛 对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来说 这是非常可怕的招式 哼 你以为这样就打倒凤凰座了吗 卡诺话音刚落 一挥便再度起身 小宇宙还不减反增啊 甚至连速度都超越了艾雅哥斯 就在艾雅哥斯出招的瞬间 一挥的幻魔拳准确地击中他的眉心 就算速度比我快又怎样 这种不痛不哑的攻击对我完全没用的 艾雅哥斯再度使出宇宙幻象 可是这次竟然对一挥完全没用 反倒是自己的身体被宇宙幻象的威力 打得支离破碎 场上另外两名巨头完全不明白发生什么事 卡诺赶紧解释 这是凤凰幻魔拳产生的幻觉 不甘心的艾雅哥斯想要继续战斗 但观众朋友都知道 中了幻魔拳之人 等级已经瞬间降了20% 随后一挥一招凤意天降完美的收头 你以为这样就打倒艾雅哥斯了吗 要不然呢 我看他都已经全身骨折达到90% 你再叫他站起来看看啊 号称冥界最强的三巨头之一 就这样被解决掉了一个 打得不过瘾的一挥正想继续挑对手时 全身突然像被星光灭绝的光芒吞噬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来是冥王哈迪斯对一挥的小宇宙感到有兴趣 将他直接瞬移到了自己的面前 一挥看到眼前的瞬也相当激动 一旁的潘朵拉更是让一挥想起那晚的后续发展 原来当时的潘朵拉并没有马上离去 而是像皮卡丘一样用10万伏特的电极逼一挥放手 都跟你说的放手 这下吃到苦头了吧 可是正当潘朵拉要伸手去触摸瞬时 却被顺体内的小宇宙给逼退 潘朵拉生怕强行回收会伤害到冥王的肉身 加上108魔星复活也还要再等十几年 于是决定先封印一挥的记忆 等冥斗士全破风而出 再回来迎接冥王的身体 而这个项链就是潘朵拉留下的 意味着这个肉体已经属于冥王哈迪斯 结果却被兄弟俩当成王母的遗物一直戴在身上 一挥知道自己被摆了一道后 火大摧毁了哈迪斯的项链 潘朵拉本想阻止 却被一挥扇了一巴掌 并夺下他的长矛 我们行驶这种马子狗不同 我不会对女人脸相喜悦的 接着就把长矛刺向潘朵拉的身旁 但我想大家比较有兴趣的 还是漫画里这个刺的部位吧 一挥走到王座前 又一巴掌扇了哈迪斯 我小时候就教你要尊敬兄长 怎么你现在当老板就忘了我 好歹也给我当个什么巨头的吧 说完又连扇了好几下 没用的 你打的只是你弟弟的肉身 不过亵渎的神明是不可原谅的 哈迪斯眼睛射出一道红光 瞬间就击倒了一挥 他告诉一挥 特地叫他来此是有原因的 哈迪斯打算发动永恒的日食 要让九大行星全部连成一支线 使太阳的光芒再也照耀不到地球 地球将会如同一百万年前的 大冰河时期一样 变成一个草木净枯 生物死绝的黑暗世界 说完便要一挥回去劝圣斗士们乖乖的投降 可如今有用的圣斗士都已散落在这冥界的各处 一个一个通知他们很麻烦 一挥觉得直接干掉哈迪斯还比较快啊 随即发出了极大的小宇宙打出了凤意天降 没想到完全对哈迪斯起不了作用 就在哈迪斯想解决一挥时 右手突然不听使唤掐住了自己脖子 原来顺的灵魂还没完全被吞噬 凭着最后的力气反抗 一旁的潘朵拉健壮举起长矛刺向一挥 却被顺的星云锁链给挡住了 尼桑不要管我了 要打倒哈迪斯只有趁现在啊 顺打算用自己的死来阻止这场永恒的日子 就如同他仙女座的宿命般 顺说得好 这样才是女神的圣斗士 你死后我会替你接管冥界跟潘朵拉的 说吧 一挥便对顺出手了 这回的顺不是海斗士所假扮 是货真驾驶的本人 冥界所有人都感觉到这股震撼的小宇宙 只见地上流了一滩鲜血 一挥的拳贯穿顺的胸部 然后东挖西挖竟然让他挖到一坨很像异形的东西 还天真的以为这就是哈迪斯的灵魂 一脚将他踩烂 不久后又从顺的身体 串出一只更大号的异形 我相信这里大家都看得一头雾水啊 只能跟各位观众说 你们都中了幻魔拳 实际的状况是 一挥在千军一法之际停下手来 地上的血是因为在这种速度下收拳 所以震伤了自己 一挥始终还是割舍不下兄弟之情 突然哈迪斯的头发渐渐变成黑色 顺的小宇宙已经感觉不到了 这意味着哈迪斯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副肉体 随后哈迪斯眼睛一闪 这股觉醒后的力量直接将一挥击倒并失去了意识 接着命人将一挥的身体丢进寒冰地狱 解决掉凡人的一挥后 哈迪斯感觉累了 叫潘朵拉退下 独自一人坐在王座上休息 不过他却感觉到一股更强的小宇宙不断的靠近 随着大门缓缓开启 一个黄金圣斗士走了进来 正是十二宫之战死在雅典娜之惊叹下的黄金圣斗士 竖女座的沙家 今天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 喜爱圣斗士的朋友记得订阅我们频道哦 下回将是冥界篇的最终回 绝望叹息之弊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 出大事都没地吹想要走的 黑暗黄油 北大车死 无非来去Costco 带什么都免此口袂 结果一起了白啊